我们今天来到Stratford的Woodsville 要来吃汉堡 吃什么 吃Shake Shack 我们两个早上今天都有工作 就也是耗了一些脑力 就今天就想说轻松一点 我觉得吃完汉堡 我们可能也会想要趴在桌上睡一下 就吃完汉堡就回家 我们终于找到Shake Shack了 这个Mall实在是太大 然后我们刚才兜了一圈 大概至少花了十分钟 最后才靠那个那种导览 找到找到时间点 太期待了 我现在要来赶快吃 我点的是双层的Shake Burger 然后你点的是什么 蘑菇 叫什么 F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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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ger Froom Burger 你是Double Cheese 我是Double 不是只有Double Cheese 是两 我的是两层的肉 我的好像可乐 太好吃了 它里面这个肉就是非常的Juicy 然后调味也是恰到好处 蘑菇 它是一大片蘑菇 看得出来吗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朵蘑菇 夹在里面有Cheese 它是不是素食啊 嗯 它好吃 好吃到说不出话来 又要哭 真的太棒了 我决定我回去前还要再吃一吃 这个每天都可以吃一吃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面包 它的面包 我好像只有在这里有看过 它是这种 有一点黄黄的这种面包 我不知道它怎么做的 不会太干 嗯 软嫩的 然后它是有先煎过的 然后我到Shake Shack 各位点它这种 Root Beer 它其实英文是有Beer 但是它不是Beer 它是虾式 很像佳妍那种虾式 嗯 我来这边就是要肥到底 点了在台湾消失的奶昔 就是麦当劳当年的奶昔的味道 但我觉得它的味道又更香浓 好喝哦 有好喝 有好喝成这不得性吗 真的好发张 就是你以前没有在喝奶昔的吗 我以前超爱奶昔 因为你不爱奶啊 这个就是蛋卷冰淇淋变成酱啊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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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吃完汉堡之后一阵困 然后想说那就透过购物来提振一下精神 终于买到一些cost 他们现在刚好在打折 然后我们前两天都有去不同的店 但是刚好没有遇到喜欢的东西 然后今天就有看到还可以的商品 就买了一下 提振一下精神 所以有精神了吗 现在精神还不错 你头痛都好了是不是 头痛都好 刚才突然有一阵冷风 我觉得我头好痛 现在应该是好的差不多了 恭喜你哦 传说中不怕冷的人 现买现穿 是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气温骤降 大概降了十几二十度 你好夸张 看到小天使我要来吃 有超多口味 我点了开心果 蒸果还有柠檬口味 它就会做成这样 像是一个小花 超级可爱 来欧洲就是一定要吃小天使 来欧洲很多事要做 好吃吼 好绵密哦 但你表情看起来偏痛 因为我很怕饼 那好吃 我要来喝热咖啡 今天明明是星期一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mall里面的人 出乎意料的多 超多 超多人 一般观光客好像不会来到这里 我也觉得 但明明我们身后跟旁边 全部都是观光客 我们自己也是观光客 然后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不知道到底在累几点了 突然有点累 所以现在决定要回去休息了 我们今天没有想要在外面吃饭 所以我现在来超市看有什么菜可以买 所以想必今天应该会是有我下吃 哈哈哈哈 希望不要失败 这边菜太少了 我要去便捡 哈哈哈 出师不利啦 出师不利 现在来到第二间超市 然后我依旧觉得 这边的菜看起来都太陌生了 所以 我们现在要去第三间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在找什么呢 我最爱的马德莲 我要直接带一盒 哈哈哈 这边还有 它真的有 Mitchell � кан冋 鸟 region-usion Anderson的 好了 煮完了 要开始吃了 我现在可以理解 为什么洋人这么来做菜 因为这边天气超好 就不会那个 2-Las- coin 你看我完全没有 流汗 但這個洋人也很像在一起的菜啊 怎麼樣? 嗯,很好吃耶 這番茄炒蛋怎麼樣? 超好吃的啊 那你就不需要什麼番茄醬 我後來是有加了你那個糖 啊 就連你說糖都一樣嗎? 你喜歡嗎? 非常好吃嗎? 這是炒麵畫嗎? 比起我吃的 這番茄炒蛋 這番茄炒蛋 很會說 覺得自己真的是太棒了 為什麼我又開始想睡啊? 應該有可能有時差 已經排第幾 第三天 還是有一點那個盛情 畢竟我們年紀已經到了 或者是因為還戴隱形眼鏡 就是比較乾 我相信你還脫掉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好 你們要回去前一遍來說一樣的話 怎麼又累啊 但就是吃了 今天吃了 每初日吃但也煮得滿開心的 然後看到 就是 看到子撲跟Aster吃得很開心 就覺得很煩 好啦 今天就先這樣啦 我們今天非常的沒用 現在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 五點了 我們早上起床 然後吃了午餐之後 覺得昏昏欲睡 然後就去睡了 然後今天終於來到 更市區一點的地方 我們在社政街 還有牛津街這邊 準備要來小逛街一下 我們晚上八點跟我朋友 有約吃飯 所以現在就來隨便逛逛 我找了這件褲子 找了大概第四件Costle 大家都沒有小號 好不舒服 現在好口渴喔 我們要來買果汁喝 來到這個 Joe and the Juice 來自冰島的果汁店 剛剛等滿久的 然後中間感覺 店員還有做錯 好慢喔 很久 大家都在裡面的 而且裡面好醜 我還蠻佩服那邊的店員 就裡面完全是 音樂超轟炸 就是連 你叫什麼名字 你點什麼都聽不太清楚的那種 先來喝喝看 好普通喔 好普通喔 我覺得可以不用喝 不會啦 我想要喝萬 沒有我是說 大家來可以不用喝 可是這個是歐洲住民的 熟 很普通 可以不用喝 我們現在要搭地鐵 去找我朋友吃飯囉 餓了 下班時間 人非常的多 現在到了 就是後面這個餐廳 叫什麼 Leroy Leroy I don't Leroy 應該叫Leroy 然後也有網友推薦我 所以我蠻期待的 Let's go 好久不見 上次見面是在 美國嗎 好 好久不見 我們現在在等我們的位置 我們現在已經吃飽了 超久沒見 我們 其實我們認識超過20年 你有知道這件事嗎 5歲 對不對 5歲還幾歲 反正就是已經超過 超過20年 其實蠻可怕的 對 然後還聯絡到現在 所以很珍惜這個緣分 然後但我們現在就是 要回家 喝的蠻開心的 晚上9點還是那個天 對啊 10點了 10點了 該回家了 今天是一個 超級特別 超級夢幻的行程 我要去看溫布頓啦 耶 這個球賽我真的是夢寐以求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去 入口 離地鐵站有一段距離 然後比賽快要開始了 所以我們現在 腳步加快要前往 走 以為很遠 但其實很近 好爽喔 真的超級超級興奮 因為我們其實是今天早上 才臨時 就是朋友幫我們買到票 然後我們就這樣 趕趕趕趕趕趕趕過來 因為溫布頓裡 我們住的地方 大概要一個半小時 然後我們現在在 溫布頓的中央球場 等一下是 球王 我真的覺得我們真的太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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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其實這一次我原本 抱持著可能看不到的心情 因為我出發前 發現就是轉售的票都太貴了 剛剛在外面很零食買的一個 蔬菜餅 比賽要開始囉 你好像很冷的樣子 很冷 因為還有冷風 冠境 風蠻大的 我們剛剛看完了第一場比賽 然後球王 不愧是球王 毫不意外的就是直接獲勝 然後現在 出來買點東西喝 等一下可以繼續看第二場 第二場有那個 英國楊成林 我們買了在這邊的調酒 然後他有送這個杯子 我因為這個杯子很想要跟他買酒 然後酒喝起來就是感冒糖醬的味道 愛喝齁 還好我沒買 來到溫布頓呢 據說就是一定要吃這個 草莓 草莓奶油 strawberry and cream 然後人潮超級多 我們現在排了大概20分鐘買到 然後裡面看起來是蠻平凡無奇的 就是草莓跟奶油 顧名思義 好現在來吃吃看 是不是有點像草莓煉乳啊 感覺是 他們應該是沒有吃過煉乳 我覺得煉乳比這個好吃一萬倍 我們現在又回到Santa Court 然後因為比賽正在進行中 我們要在門口排隊一下 就是等待觀眾可以入場的時候 才能再進去 我們這場看的是英國楊春林 目前楊春林表現怎麼樣 楊春林表現怎麼樣 楊春林表現怎麼樣 有點不太穩定 春林加油 春林真的加油 剛剛看完第二場的比賽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買東西吃 在他這個賣熱狗的地方 其實我們今天都沒有什麼吃啊 就只吃了一個派 然後現在滿餓的 等一下要繼續看第三場的比賽 會有Andy Murray 期待 好吃嗎 這排了二三十分鐘耶 超多人在排的 然後他這一個寶裡面呢 有兩根熱狗 麵包好像是酸種麵包 然後還有放那個什麼 柿拉叉還是赤拉叉 柿拉叉 柿拉叉 柿還是赤 柿 柿拉叉醬跟 泡菜 還有炸洋蔥 喔炸洋蔥 很像油蔥的味道 很好吃耶 他麵包怎麼是冰的啊 很大一根 好吃耶 很好吃喔 我覺得是因為我餓了 你的口味不同嗎 一樣啊 他差別好像是在於香腸粉底 嗯 現在來到滿重要的一環 就是紀念品店 我覺得我應該會發瘋 狂買 好多可愛的網球服喔 我下次上課要穿 買了一套網球服 然後還有一些有的沒有的小物 現在換來看Andy Murray打球 這個出入口呢 就是會員或者是一些權貴才能走的 就比較富力堂皇一點 現在差不多是晚上九點鐘了 然後我們今天其實沒有把比賽看完 因為擔心回去太晚 因為離我們家有點遠 對 但是今天真的是太魔幻 太覺得這一切不可思議 以及不敢相信這真的發生了 然後我覺得很 感謝一切 真的是感謝一切 然後很知足 以及就覺得這個是 一個夢幻清單 就是我的Bucket List 有被打勾了一項 就覺得 啊 感恩感恩 好 反正我們現在 就是要慢慢的回去 其實現在雖然九點了 但是 在草皮上還是有很多人 在觀看比賽 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有買到場內的票 所以其實 蠻多人的 這裡有很多東西不能帶 像我今天有帶相機的腳架 就有被規定說不行 所以大家可以來他旁邊有這個置物 一個東西是一棒 所以我今天為了那個腳架 就是不要帶就不這樣 對就是盡量就不要帶 但是你太大的背包啊 或是過大的水壺 也都是不能帶的 數回我的自私棒了 現在要趕快回家 天色雖然還沒有很暗 但其實已經蠻晚了 然後坐回去大概又要 一個半小時快兩個小時 但今天非常的開心 希望未來還有機會 能再次來看球賽 先這樣啦 晚安